在鸡的身前划一条线 鸡就会定身不动 在猫的脖子上放上一个夹子 猫咪就会瞬间瘫倒在地 这不是魔法 而是神奇的催眠术 其实不只是鸡可以被催眠 在自然界中 万物皆可催眠 催眠鸡 在鸡的面前划一条线 它会完整定住30分钟 为什么鸡会被催眠 是有什么魔法吗 事实上 已经有科学家 在1600年做过实验了 一名意大利的科学家 把母鸡双脚绑住 放在地上 然后科学家会解开母鸡的绳子 并在地上画上一条直线 母鸡仍然不会移动身子 这是因为母鸡们认为 绑在它们脚上的绳子仍然存在 这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恐惧现象 本质上当你抓住一只鸡 它会感受到自己受到危险 从而陷入了自欺性夹死 而这相当于一个自身防御机制 那么你知道如何催眠龙虾吗 道理虾我们都知道 催眠蝉虫 只需要把旋转的视频 放在蝉虫面前 就可以完成催眠 那么龙虾如何被催眠呢 我们只需要将它的爪子作为支撑 然后翻过来 给龙虾来一套98的按摩套餐 你会发现龙虾就像被催眠一样 一动不动 事实上很多厨师经常会这样子催眠龙虾 是为了让它在死之前安分点 那这是什么原理呢 抚摸龙虾会让龙虾放松警惕 从而当你将龙虾倒立时 血液就会从中涌入到龙虾脑部 造成冲血导致昏迷 这就是著名的倒立虾 你敢相信吗 人类可以催眠动物 反之动物也可以催眠人类 我们接着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